大家好 我是阿茄 今次會帶你去深圳吃浪漫地中海菜 全部薄餅都是即場新鮮製作 再用傳統柴火爐燕烤 還有超高質的炭烤嫩牛扒 和摩洛哥特色塔吉鍋 288元就吃到超豐富的地中海二人餐 每人都是百多元 想知道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一起出發啦 今天要介紹的餐廳柴火西廚 是位於夏沙站的商場 由福田口岸出發 搭7個站就到夏沙站 全程大約22分鐘 去到夏沙站找支出口 上到地面之後一路直行 右手邊會見到KK1 在一個大型商場 吃完飯可以去逛逛 然後過對面馬路 再直行到尾 就見到薄金國際 這個商場是餐廳集中地 如果大家在附近 又想不到吃什麼的話 可以過來看看 入到商場右手邊有條電梯 上電梯之後就見到柴火西廚 見到門口裝修 好有中東風情 外牆是土黃色 有圓拱形的門 配搭燈光 好有氣氛 這個薄薄就是這裡的招牌 會即場用柴火搖爐烤薄薄 這些傳統做法真是買少見少 摩洛哥塔吉鍋都是必試的菜式 我們在美團買了地中海之旅商人餐288元 有沙律、塔吉鍋、披薩、牛扒和兩杯特飲 可以一次過試完招牌菜 也挺豐富的 這裡的薄薄都是即做即烤 讓我帶大家直擊一下做薄薄現場 一進來就見到兩個柴火搖爐 是稍後用來烤薄薄的 首先師傅拿起小小的麵團 不斷地拆 不斷地拆 麵團就越變越大 然後再拋多幾下 發大它 說這麼快已經有個餅底的形狀出來了 放些新鮮的茄汁下去 再放大量的芝士 放幾片蘿蠟葉在上面 就可以放入柴火爐裡烤熟它 看到裡面真的用柴火來燒 對於我這些城市人來說 是比較新奇的體驗 爐是非常熱 我站一陣子都出汗了 新鮮熱辣的薄薄就是這樣就出生了 聞到很香 然後我們就回到位置等吃東西 謝謝啦 首先試一下牛油果鮮蝦沙拉 沙拉很大碟 顏色很漂亮 看起來多新鮮 上面有些脆片 味道好像超市紅色的熟米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呢 牛油果都放得很重手 有整排那麼多 再夾些蝦 蝦都挺大隻 除了蝦和牛油果 還有生菜紅椒等等 蝦都很新鮮蛋牙 牛油果味道夠香 沙拉醬就比較濃味一點 按下去可以感受到牛肉很有彈性 切下去都挺軟熟 不會很難切開 看到裡面是紅色 熟到大概是medium 口切得來 又不會煮得太熟太乾 肉質挺嫩滑 裡面是有肉汁的 牛味香濃 配上醬汁挺好吃 煮得真的剛剛好 我喜歡它的口感 又咬口得來又不會太硬 剛剛看到旁邊的桌 都是叫我們這個二人餐 看來那餐都挺受歡迎的 這個就是我剛剛看著它 從麵粉開始做 看著它出生的薄薄 薄薄上面有鮮茄汁 水牛芝士和羅臘鹽 材料簡單新鮮 它是薄皮的 外皮口感煙韌 柴火燒真的香 烤得剛剛好 不會焦底 芝士味道香濃 甜酸平衡 恰到好處 塔吉鍋最大的特色就是圓錐頂蓋 食物本身的水分加上香料和水蒸氣 會由底盤上升到圓錐蓋 再營結成水滴 不斷地循環 令到食物更入味 塔吉鍋是摩洛哥的傳統料理 不是很多餐廳有得吃 吃下去每一口都充滿檸檬味 很入味 雖然這道料理要用柴火慢煮一段時間 但是雞肉都不會乾身 這道雞肉蔬菜塔吉鍋 是我們另外叫的招牌菜 不是套餐包起來的 它可以配搭皮塔餅 地中海長米或者古斯米 我們就選了皮塔餅 它質地和印度薄餅很不同 是軟熟很多的 蘸醬汁試試看 見到紅紅色更怕會辣 原來是番茄汁來 感覺有點像羅宋湯 偏酸一點 挺開胃 雞腿也挺大塊 有兩塊雞腿和一塊雞胸 整塊都沾滿醬汁 肉很鬆軟 不用點用力已經可以切出來 雞肉煮得很軟很入味 吃下去很濃香料味 又不會太鹹 朋友真的很喜歡他們的醬汁 見到他特意再點點醬汁來吃 真的煮得很軟爛 雞皮很容易就剝出來 二人餐份量很足夠 我們吃不完還打包回家 總括來說地中海菜很有特色 我最喜歡柴火薄薄和牛扒 質素很高 環境舒適有氣氛 很適合情侶和朋友來吃 我是阿奇 大家記得like share comment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旁邊的小鐘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